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日前散伙 党媒连篇累读宣扬其公报 并对中共的委宪法仿佛读解 与此同时 任权律师于文生遭警方抓捕 联系道于文生曾表示 江泽民本人在宪法法律层面 没有什么特殊的 任何人都可以控告他 可见于文生仅仅因为呼吁修改宪法被捕 只是当局的几口而已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表示 习思想载入宪法 监察委列入宪法 法国广播电台20日报道引述专家表示 一般修宪的原因 往往是由于社会现状与宪法出现矛盾 或者宪法条款难以获得具体落实 而中共宪法计划似乎并非出于以上目的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何力表示 习思想入宪法 是政治需要满足习近平个人权力扩张的意愿 至于依法治国的崇高理念 却没有遵循 中共制定的法律与宪法 是为党内的当权者服务 这次修宪与普世价值和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 林何力还强调 在中国宪法是完全为党的利益服务的 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宴 1月19日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 参与709大抓捕案辩护的余文生 当日清晨被十多位警察带走 包括纽约时报 美国之音等多家媒体均报道了该事件 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 余文生被抓不可能与他星期四发表至中共19大二中全会的公开信 提出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有关 不过许燕强调 余文生不过是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余文生在其推特上 以图片形式发出的关于修宪的建议有5点 包括国家主席差额选举产生 取消军委主席 以及撤销没有宪法依据的中共政协等 余文生在中共19大前所写的公开信 则建言中共19大罢免习近平 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纽约时报引述维权团体保护卫视的活动人士迈克尔卡斯特称 对于文生的拘留表明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质疑党制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一名推特网友今日发布一则推文表示 五六个便衣时多个警察正在搜查余文生家 推友呼吁关注 1月15号余文生律师正被注销 1月17日余文生前往北京石井山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办理护照 但被告知限制出境 不能办 理由依然是出境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在随后的抓捕中 警方出动了一辆特警车 两辆警车 还有一辆中巴车 大概能坐保八道十个人左右的中巴车 一共有十几位警察 但余文生不过是手无寸铁的懂得法律的律师 海外大纪元2017年1月10日报道指 2014年10月13日 余文生律师因涉嫌支持香港战中 被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抓捕 后被积压99天 期间遭受酷刑并患上疾病 此后又因709事件被抓 释放后成709案 王全昌律师的代理律师 报道说 2016年 余文生律师代理了大量法轮功案件 当年3月28日 他在天津为法轮功学员 李文辩护时说 江泽民本人在宪法法律层面 没有什么特殊的 只要内容属实 任何人都可以控告他 余文生还当庭证告 十多年来 上百位律师上千场无罪辩护 已从法律上 讲清了这个法律真相 刑法300条 不是用于法轮功 所谓依法打压 实际上完全是 蓄意错用法条 枉法强加罪名 陷害法轮功学员 这是整个政法系统 非法打压的核心 罪错和犯罪性质 对法轮功无罪辩护 十多年后的今天 谁合法 谁犯罪早已分明 余文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17年来当局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 指出他们才是真正的犯罪 至于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前 谦言 罢免习近平 则将主要谋头指向中 共见证后 反人类罪性 竞逐难输 而习近平不顺应历史 强化极权统治 不适合继续留任 以上事实可见 余文生行使公民正当权利 只是敬言或建议 但对江泽民则鼓励公民起诉 余文生遭到抓捕 难道不是习近平讨好 江泽民的刻意行为吗